24 明報 寵物蛇而走失夜闖鄰居家 2015年7月18日港民A08明報專訊 一條兒有人致養的球網寵物蛇, 作凌晨而在北角一大廈逃脫,爬到一單位窗戶盤穿避雨 其間秘女護主發現報警,有蛇王刀牆將球網捉走 現場為北角見華街25號威明國 線廠民居的球網約1.5米長,以為大廈其中一戶逃脫的寵物蛇 據悉,昨日攝氏單位住戶日前已發現窗邊有動物分辨 但未有為意,鄰居一道以為皮帶消息稱 昨凌晨近一時,剛下過年長大雨 42歲姓湖女住戶在睡夢中被房間窗口已響吵醒 起身查看時,一到以為窗邊架有一條皮帶 據寮伸手拿取時 發現原來是網蛇 隨即睡意傳燒走出廳外報警 警員到牆後照來蛇王 蛇王手道拿來將球網擒獲放入袋中 郊遊警員帶回警署處理 專家,球網無毒不危險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會長楊家文表示 球網屬狠熱門的寵物蛇,價格視乎顏色 有數百至數千元不等,一般可長至約一米多 主要食老鼠、無毒及比較派人 受驚視會權縮成球狀保護自己 危險性非常低,他提醒自養者 養蛇的箱或玻璃缸應在竊袋家莊鎖頭 否則也要用寵物壓住 以防球網頂開逃走 根據保護貧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在香港進口或售賣球網均 須向漁護署申請入口及營商牌照 致養者則無需申請 但須保留購買收據及相關文件